我们看第二个畜生的震报 看经文 但念水草 于无所知 傍思金骨 获罪如是 有作也甘 来入聚落 身体借赖 又无一目 为诸童子之所打志 受诸苦痛 获食致死 彼此思宜 更受莽身 其行长大 五百游群 龙四无足 婉转辅行 为诸小虫之所扎食 昼夜受苦 无有休息 傍思金骨 获罪如是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 从第一个 第一震报 出来以后 他的势力太大了 所以他必须要受 这个畜生的震报 这个畜生的震报 有三小段 先看第一段 从第一出 这个毁谤 华华金的人 从第一出来以后 他没有直接做人 他怎么样 当做畜生 做什么畜生的 或者是狗 或者是野肝 野肝就是很像狐狸 比狐狸还小 总之呢 野狗也好 野肝都是一种 在非洲啊 都是卑贱的动物 奇形 狗狗狗 他的身形啊 狗 就是毛发脱落 狗呢 就是身形瘦弱 那么这两个都是 薄福 罪业之相 那么或者说是 离产 借赖 离产呢 就是他的身体暗黑 借赖呢 就是身上有二仓 人所处挠 那么人们看到他身体有这个 丑陋啊 有二仓啊 就不欢喜啊 就处挠他 就鞭打戏弄他 那么或者说 幼父为人之所恶贱 人类看到他呢 特别的讨厌他呢 就 长困饥渴 可能一辈子为饥渴所困 以至于骨肉孤节 身体特别的干瘦 深受除毒 死被瓦石 再生的时候 受到很多人的 这种 欺负 那么 死是什么死呢 被瓦石 给打死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 断佛总顾 受死罪报 第一个 做这种 整个畜生到里面 最下阶的 最卑贱的 狗跟野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或做 骆头 就是这个人 有可能从第一出来以后 或者做骆头 或生驴钟 总之呢 骆头也好 驴钟也好 它的特色是什么 身长负重 这个人身体 不得自在 他经常要工作的 那不是工作而已 家住 葬锤 可能主人 一不高兴 就是鞭打 那么 心中呢 淡炼水草 已无所知 就长时间 被这个 饥渴 所困 这个人 心事 暗顿 这个最可怕的 心事 暗顿 所有的 业力要反转 都要看 一个 明鸟的心 所以 他明鸟的心 被破坏以后 他 堕入 畜生 道 就很难 翻转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生命的 刺激 饥渴的 刺激太重了 所以 他的心 是已经 暗顿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 放肆 禁锢 或罪如死 只是第二个 受一种 不得自在的 骆驼跟驴子 第三 有做野竿 这个地方野竿 跟前面野竿 不太一样 他这个野竿 是个过程 他重点要做 做蚌蛇的 我们再往下看 他一开始 出来以后 先做野竿 那么这个野竿 是被见的动物 来入即落 来到一个 人类聚集的村落 来找食物 结果呢 因为他身体有戒赖 有恶仓 或者说 他的眼睛 就少一个眼睛 所以他形象丑陋 就为这些 无知的童子 心争厌恶 就拿棍棒 要么打 要么就拿石头 去丢他 使令他受诸苦痛 乃至死亡 那么这个野竿 死掉以后 他这个业没有结束 他干嘛呢 更受蚌生 因为他毁谤的时候 某种存定是一种称性 所以他 他这个称的等流果出现了 这个蚌生有多大呢 骑行长大 五百忧群 一个很长的蚌蛇 那么 龙是无足 龙呢就是他的耳朵 无所听闻 是呢就是一吃无所知 他没有 没有脚嘛 就行动缓慢啊 就是用这个腹部啊 婉转的前进 缓慢的前进 为诸小虫之所扎实 那么那是 这个蚌蛇的身体的粘片之内啊 经常有些小虫啊 扎实就是吸他的血 因此呢 使令他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就受诸 这个小虫啊 这个吸血的痛苦 无有休息 放肆禁锢 或是如此 有三种的畜生道的果报 这个地域的果报啊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像啊 你一旦都入阿比地域啊 大概每一个人受的罪都差不多了 就没有什么差别像 但是你到了畜生道 同样畜生道差别很大 你看有些狗 这主人会特别疼爱啊 有些猫主人特别疼爱 就是说他虽然破戒 都是到畜生道 但是有些过失啊 他不伤他的福德力 不伤福德力 他是因为造了罪 而变成畜生的果报 但是他全身修的福德力还在 这个罪业也没有伤到根本 但是你办法挖进不一样啊 他是直接伤到根本 因为你让整个三宝都消灭掉了 所以我们看畜生道 我们刚刚看到 可以归纳三这种畜生 他这个畜生跟一般的畜生不太一样 三个特色 第一个贫困背景 要么就是身形丑陋 要么身体有恶仓 所以这个特别的贫困背景 第二个 棒滑滑金多度畜生道的人 这个畜生心事暗顿 这个是更可怕的 伤到他的善根 你看 你看诸位 有些狗特别聪明 有些猫特别聪明 就他这个罪业 没有伤到他的心事 所以这种狗跟猫 只要特别聪明 他都不会做太久 因为他的罪 虽然有罪业 但是没有伤到他的福德跟善根 他只是有一个罪业 去瘦一下 但是你棒法滑金会棒到 让你的心事已经完全暗顿了 但念水草 一无所知 这是第二个 伤害的心事 第三个 死亦非命 我们从前面看过来 这三种果报 没有一个善中的 要么被打死 要么被石头丢死 或者被瓦片丢死 因为你在印第 伤人家的法生非命 所以在果地上 人家就会伤害到你的寿命 所以他没有一个是善中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 棒法滑金的畜生道 跟一般的畜生道是不一样的 贫困悲净 心事暗顿 第三个 死亦非命 这三种特色 这三种特色